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翔 假讯息就像传染病一样 必须由你我一起谨慎面对 才不会在社会中传播扩散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管道 及时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资讯 1.浏览疾管署全球资讯网 2.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 3.关注疾管署脸书专页 4.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 如果您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资讯 请依上述四个管道查证确认 千万不要随意转传 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 最高可罚300万元 疫情期间感谢有您持续配合防疫 也请与我们一起努力 拒绝假讯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林立如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即将要迎接农历年 新美市长侯友宜关怀福利机构 安排访市永和中兴公共托育中兴 以及中兴公共托老中兴 一入门托育中兴的幼儿们是高唱新年歌 可爱的萌萌样让市长直说好可爱 还送上了大红包作为春节的家财金 带新衣带新帽 放鞭炮拿红包 幼儿穿上传统新衣带新帽 萌萌样唱着新年快乐歌曲 逗得新北市长侯友宜好开心 直呼小朋友太可爱了 过农历年前侯友宜安排关怀福利机构行程 访市永和中兴公共托育中兴 及永和中兴公共托育中兴 一进门就是幼儿新年唱跳秀融化大家的心 侯友宜表示这几天天气冷 在过年前访市托育托育中兴 除了提醒做好保暖之外 也陪着老人家打健身球做运动 直呼要配合旋律打 不简单 他还是支持祝福老人家拜个早年 而长辈们回应市长支持 愉快的心情都能感受到 过得生活如何 开心吗 开心 开心啊 天天开心 开心啊 天天快乐 天天快乐 还这么变 这种学生就好了 对 你们知道 穿得软 有啊 穿得少不动手 你穿的比我还少耶 我穿的比你还多耶 你看 你看我那个直播里长 穿的比你少 老人家来到托老中心好快乐 动静态课程都有 侯友宜跟着一起玩乐 感受他们的丰富活动 并且一一送上苹果篮 象征平平安安 另外还有年节加菜金 祝福大家快乐迎接牛年到来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那么最近真的是寒流一波波 为了让弱势家庭能够温饱 以及感受到社会的关怀温暖 立委江永昌和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 台湾省会计师工会等单位 举办了寒冬送暖 温馨关怀的活动 捐赠了1200包 2.5公斤装的白米 透过在地的国小 要送给有需要的家庭 一包包的白米 每包重2.5公斤 这些白米来自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 台湾省会计师工会等单位 以白米作为关怀弱势 宋爱传递温暖的方式 与立委江永昌合作 要将这些白米送给有需要的家庭 那所有会计师都非常热心 然后每年在这寒冬的时候 除了他自己工作很努力 今天1月15号大家报音乐税 可是大家还是很热心的 来做这个寒冬送暖活动 然后每年都有几万包的白米 捐赎到各弱势族群的手上 那其实很感谢会计师工会 他们是持久 这样子不断 都是一直这样的一个办下去 所以这爱心是没有间断的 这几天寒流连续一波波 天气冷就怕弱势人家 连份温饱的三餐都会有问题 平时忙于工作的会计师们 岁末年终之际 联合大家的力量 准备1200包白米将会在寒假前送到总和区各国小 透过校方把爱传出去 就是我们把爱心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所以在一个名单名额的确认上面是 透过我们有的数据资料之后去确认之后 跟小朋友也确认说他们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再进行相关的一个媒合跟一个通知 代表受证的景和国小校长李高才表示 一粒米百滴汉 农民辛苦重到一点一滴得来不易 非常感谢江武昌委员及会计师工会 对于学子的协助 让辛苦的家庭都能够在过年前 得到一份实质又温暖的关怀礼物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北市政府行销东北角还有北海岸地区 开发出青春山海线的行程 而这沿线的在地美食 也能够在当地的便利商店买得到 包括了甜点米饼鱼书还有爆米花 等等的限定伴手礼 即日起开卖了 不但可以让出游的民众当旅游的伴手礼 也能够当成是年节的送礼 而且市府开出了优惠 不限金额登入发票 都有机会抽中电动机车 青春山海线总共八区相关的伴手礼 有多丰富 包括甜点米饼鱼书还有爆米花 等等11项特色商品 要让来到青春山海线游玩的民众 通通买得到 而且是限定版伴手礼 从即日起到3月15号 在这八区的超商都能买到 那我们推出了11款 不管是酒类 茶类 最重要是甜点跟零食类 来跟所有好朋友来分享 在我们青春山海线观光旅游的同时 也能够货买在地的产品 侯友宜表示 开发青春山海线行程除了好玩之外 更要把当地食材 或是文化元素的商品带回家 因此市府以青春山海线商标授权的方式 共创在地品牌 打造一区一特色 并且有专家提供咨询 层层把关 创造更多的消费商机 尤其在地很多的农产品 在地很多的这些有机的 以及在地的这些渔货等等 都需要我们在观光推动过程当中 大家能够来推动货马 所以我们不断的来转型 希望重新包装 重新定位 也找到米其林的师傅 来指导我们在地的产品 疫情吃紧 不能安排出国行程 就来青春山海线 除了看山看海 还能在这八区的超商 买到限定版办手里 相信过年这段时间 送礼致用两相宜 同时市府开出优惠 不限金额 登陆发票 就有机会抽中电动机车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为了让身心障碍朋友 部分年龄 部分帐别 都能够体验在球场上 挥棒跑垒的乐趣 新北市政府 在树林鹿角西施地旁 新建了一座身心障碍者的 专用棒球场 市长侯友宜鼓励身心障碍朋友 一定要走出来 好好的利用这个球场 来挥棒主梦 1,2,3,3 1,2,3 1,2,1 1,2,2,1 1,2,2,1 1,2,1,2,2,3 2,2,2,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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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3,3,4,2,1 1,2,2,1,2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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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 最後一隊跑直線 加油 加油 我們要上一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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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琴琴 加油 快到了 快到了 我們要上一雷了 快到了 我們要上一雷了 快到了 我們要上一雷了 我們可以按前線 快點 快點 快按一步 新北市樹林陸角溪和平公園 增設全台首座生臟專用棒磊球場 希望當天 新北市長佛祐儀特別獻身 為所有生臟朋友加油打氣 我在這裡 都看到全國第一座 生臟棒磊球正式開幕 其實我個人 非常感動的 因為一個進步的國家 進步的城市 他是要關心更多的弱勢職情 讓他們能夠有精靈的聚會 有友善的環境 更能夠創造他 實力他自己的天空 這是每一個人都要做到的 所以其實我看到今天的感動 是來自於 我們一個進度的國家 該有的作為 尤其我看到更感動的是 你們願意來 生臟者專用棒磊球場 啟動當天也舉辦了友誼賽 考量到身心障礙兒童 能須有人在一旁照料 所以每一位選手 都有專人陪伴保護 當選手把球揮擊出去 便開始向壘包賣進 即使跑不快 也堅持完成跑壘的工作 因為跨出去的每一步 都是他們的夢想 記者沈金華 新北採訪報導 鏡頭轉到三峽 來看到有目裏這邊 有一家養蜂廠 連接不獲的陳冠華 接手祖傳的三代產業 他脫掉皮鞋 改穿雨鞋 也放棄了百萬高薪工作 回鄉來接手祖傳的產業 不過輪到自己經營的時候 就和小時候幫忙長輩 養蜂的狀況很不一樣 一切都得從頭學起 從一開始的養蜂全死光 到後來得到全國國產蜂蜜品質 平健的頭等獎 這背後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努力呢 來看我們的報導 陳冠華用煙燻安撫蜜蜂 在趕走蜂箱門口的守衛蜂 接著動作熟練的 取出蜂箱裡的巢片 不過十餘年前的他 可還沒踏入養蜂業 當時更因照顧生病媽媽 跟高薪高壓的工作 而蠟燭兩頭燒 也因此讓他思考回鄉 接手養蜂產業的可能性 畢業當兵然後去工作 當工程師這樣子 對 然後做了大概四五年過後 就是因為家裡母親 就是也有出狀況啦 就住院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公司醫院兩邊跑 大概就是跑了兩三個禮拜過後 就覺得就突然萌生 就是想要離職的那個心 陳冠華祖傳三代都是蜂農 從小由蜜蜂陪伴長大 本以為養蜂應該駕輕就熟 沒想到轉業後 才發現一切還是得從頭學起 甚至還有過飼養的十四盒蜂香 全死光的挫敗經驗 以前工作是大人跟你講說 你現在做什麼 那我們就做什麼 我們也不會去想太多 那之後回來接觸之後 才發現原來很多都是自己不懂的 其實也算是從零開始啦 對對對 然後一開始我養十四箱蜜蜂 然後過了一個冬天 十四箱蜜蜂全掛了 對全部都掛了 因為就真的不懂 對然後隔年再又重新又再開始養 存滿蜂蜜的草片提起來並不清 轉動彩蜜肌也需要人力 陳冠華直呼養蜂就是體力活勞力活 但是每天看著蜜蜂嗡嗡嗡嗡 出門工作又回來 關心他們找到的花蜜好不好 不知不覺間與這些辛勤工作的小夥伴們 也產生感情 成為他工作的樂趣與動力 你每天去看蜜蜂 或者說每天早上起來去看蜜蜂進出 你就會大概知道說 今天他們去找的花好不好啊 然後去吃到的蜜好不好啊 然後回來的狀況如何 每天都不一樣 獲得SGS食品認證 全國國產蜂蜜品質評鑑頭等獎外 陳冠華也身兼產銷班班長 每週四更會固定下山 產地直送服務消費者 花季到時還得竹花而居 將蜜蜂舉家遷到中南部彩蜜 雖然直呼養蜂是勞力活 但竹花牧者也是樂在其中 記者兩間的名聲三下報導 觀眾朋友如果要細數傳統的古早味 那竹血湯應該可以擠上排行榜的前十名 在新北市的板橋南亞夜市 就有一家飄香將近50年的竹血湯 竹血湯再加上一盤炒麵或者是炒米粉 可以說是在地人從小吃到大難以忘懷的好滋味 熱滾滾的湯汁裡熬著竹血湯 撈起厚實的竹血和藏頭 灑上了韭菜、酸菜再搭上竹腸 加上一點點胡椒粉提味 就是板橋人吃了將近50年的古早味 竹血湯 竹血湯是不是板橋人從小吃到大的 對啊 我們以前都是他在那邊 這一間是他的旗艦店 這一間設備比較好 這一間是24小時的 很小的吃到這個 出事後就來這裡吃 吃到現在 吃好幾十年了 很好吃 位於板橋南亞夜市入口出的老店 目前是第三代接手 第三代的老闆說 竹血湯的創辦人也就是他的阿公 綽號叫做麥竿 原本是在故鄉雲林當記者 退休後 61年來到板橋開店 那時候南亞夜市還沒有成立 老頭家麥竿用大骨熬湯 加上中藥提味特製的竹血湯 湯頭看似清淡 喝起來卻是有著濃郁甘甜的口感 當初我們是成立1972年 那至今47年了 爺爺當初是在雲林 然後記者身份退休 那退休了之後 因為年輕受傷的關係 退休了之後就 就北上創業 但是我們北上創業初期 是賣鵝岸麵線起家的 對鵝岸麵線 鵝岸麵線 所以那時候人家叫鵝岸麵線 是叫麥竿鵝岸麵線 對 只是竹血湯後來漸漸 比較有特色 比較特別 然後獨立出來 人家就講麥竿鵝湯 麥竿鵝湯 麥竿鵝湯這樣子 老闆的阿公創立的竹血湯 在板橋飄香已經將近50個年頭 對民眾來說 不僅是鵝岸麵的好味道 而且根據中醫記載 俗稱天然紅豆腐的豬血 有解毒清腸 胡選美容的功效 堪稱是台灣小吃中的代表美食 我們做最特別的 就是有別於一般的湯頭 因為我們主要是 以中藥的溫補湯頭 是屬於比較清湯式的方式去呈現 跟一般有別於那個沙茶湯頭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湯頭 做了基底的功夫就相對重要 就是不外乎是我們自己的大骨湯 跟我們另外一份的 就是自己所熬住的高湯這樣子 對 然後照不同的比例 然後搭配我們的 甘草跟大火 還有八角等七種重要食材 去溫補燉起來的高湯 一碗竹血湯配上炒麵炒米粉 或者是兩種搭配的綜合口味 不僅讓人有飽足感 更是讓在地人從小吃到大 百吃不厭的狗渣米 老店經營將近50年 更是板橋南雅夜市出名的 代表美食之一 記者林立如致恆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按讚 以及中佳新聞YouTube來做訂閱 就能夠即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和FM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您準時收聽 非常感情的收看 我是林立如 祝您平安喜樂 我們再會了